大家好 我是福大社會系戴博芬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主題 其實是疫情下的街友 其實我之所以選擇做街友研究的原因是 因為我從小就很討厭他們 大家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是在一個身邊有很多街友的環境長大的小孩 我在學校的時候 學校老師就會告訴你說 你在街上碰到一些奇怪的伯伯 要問你的話拿糖給你 你趕快來報告老師 對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我 就是討厭街友 基本上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如果說我討厭街友 是不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價值觀 如果我要解胎 自己從小到大被養成的對街友 這種討厭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這個選擇就是做街友的研究 那首先我想先把時間拉回到2003年 台灣開始突然出現了SARS的患者 當時鶴立風聲底下 很多街友在街上行走 都會遭受到側目 所以進到軍隊隔離 似乎是他們的一種出路 因為他們可以躲在軍隊裡面 好像快樂的生活 當然那是有高度集體感染的風險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好像那10天過得很高興 因為結束之後還有5000塊可以來 所以在整個10天隔離期之後 那些街友還捨不得離開 那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現在 那同樣的萬華區 特別是在龍山市前面 就是因為阿公店的小姐染疫 那本子全台灣 都認為萬華是疫區 不只是阿公店的小姐 受到很大的指責 那萬華區的街友 因為有上次的經驗 大概也很快的被注意到 但是我覺得在這10幾年來 大家對街友的態度或者政策 其實已經有一些轉向 大概很難像2003年這樣 直接把街友強制抓去居民隔離 所以這一次的手法是比較軟性的 除非是很明確有經過快篩 或者確診的街友 會被送去就醫以外 多數的街友其實是都可以在 原來的萬華區去自由行動 當然最大的差別是他們開始 因為他們是高危險區 新北台北幾個都市的市長 會提出要讓街友優先打疫苗 多數的街友來說 因為他們其實都不太願意接受疫苗 他們也看到新聞有這個 打疫苗獲釋的這些新聞 然後再加上 許多街友其實是 因為他們有家也沒有歸屬感 某種程度是自我放棄的 所以造成很多街友就是不願意打疫苗 也就沒有辦法獲得安置 那反過來先安置之後再打疫苗的街友 可能就會得到比較好的處理 從這兩次疫情底下 我們看到了台灣的街友的處境 表面上我們似乎沒有前波SARS那樣子的一種強制的 而是有集體隔離的錯法 可是事實上 對於街友的處境 基本上都不是基於人權的觀點 就是街友作為一個公民 應該享有基本的生存權 而是基於如何減少街友的存在 對於社會大眾所帶來的防疫風險 也就是說 只有被視為對於整個社會集體的治安 還有疫情的危害者 所以如何讓他們的危害者降到最低 這是政策施行的首要目標 不管是SARS的時候的強制隔離 或者是現在比較軟性的這一種 打疫苗之後的放任 我覺得其實都忽略了街友 在我們台灣社會存在 長期以來的經濟社會跟文化上的弱勢 在整個萬華區 因為整個地區都已經被污名化 然後到萬華地區的人也非常的少 那所以在萬華的公文空間 反而你會看到街友很自在的在公園裡面活動 那我們期待透過這兩波的疫情之後 社會大眾對於街友有一種新的不同的看法 那也希望政府在兩波的街友的安置措施 跟補答措施底下 能夠有比較創新的做法 能夠重新去看待街友 看他們這個社會去對待警察的大事 以上謝謝 就算對待他 通過一五月 之下 也不加油 近爬 你